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人类离开了 他也就离开了 非专业人士最好不要因为好奇去接近野象 因为他们可能在不经意间突然就追上来了 一头亚洲象每天要吃200公斤左右食物 他们会进入人类生活区多半是因为找吃的 除非受到惊吓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 安静的等待他离开就好 但如果敲锣打鼓的想把他赶跑 激怒了他就不妙了 大象挪车基本都不用动手 一个鼻子就把车搞定了 如果他心情不好 一屁股坐上车盖也是有可能的 耍起横来还会用大便站到 比起动物园里龙羊的大象 野生大象的力量可能远比你想象的还要大 他想走的路水泥围栏也拦不住他 路上偶遇大象请一定关好车窗 他不会给予你的美色 但却可能看上你车上的水果 在自然界的绝对力量面前 人类无疑是弱小的 如果正面遇到大象 别妄图挑战了 还是36G走为上季吧